华阳国志是一部重要的地方志著作 由东晋史学家常渠撰写 主要寄宿古代西兰地区 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三省 以及甘肃 陕西 湖北部分地区的地方历史 地理人物 包括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建筑 水利 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华阳国志是研究古代西兰地方史和西兰扫数民族史 以及蜀汉 陈汉史的重要史料 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 地理信息和人物传记资料 对于了解古代西兰地区的社会 经济 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华阳国志中记载了当时的蜀人 上自卫 好新香 意思是说四川人崇尚美味 而且特别喜好辛纳刺激的卫星 卫星的千变万化是川菜之魂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是川菜位于八大菜系之首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阳国志上记载 《咒武王伐咒》 《识得巴蜀之师》 《丹妻茶蜜》 接纳供之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 巴蜀地区的茶叶已作为供品流入中原 华阳国志是一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地方制著作 它为我们了解古代西兰地区的历史 地理 人物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信息 地区结石